我是一個非常懶惰的人 我平常呢 能躺在床上呢 就繼續躺 然後用一用手機沒電的話 想說那就睡覺好了 就是我非常的懶散 非常的懶惰 懶叫啊! 我就是在花錢的時候呢 我叫外賣就是不手軟 我就是一定要叫 加上現在疫情的關係 我就超愛叫外賣 所以呢 我就是叫了好幾次外賣呢 我現在來分享我最喜歡 最常叫的這幾家給大家看 好 今天呢 是吃我最愛的一家早午餐餐廳 小口大碗又超便宜的愛好 這家是美國的連鎖早午餐店 它裡面就是有Pancake 各種 Eggs Scramble Over Easy Hard Boil 你可以自己選 然後Bacon啊 Omelet 鬆餅兒 它就是那種很美式家常的味道 哇 楓糖醬什麼都有 哦!快樂! 冠軍! 我在這一家呢 最常點的喔 因為我在台灣的時候就想說 鹽酥雞炸炸炸炸炸炸 就很開心 可是呢 我有時候想說 我有時候也想吃牛排啊 就是炸的牛排啊 炸炸炸炸炸 所以呢 我就最喜歡點這個 炸牛排 Country fried steak 越胖越美 炸牛排欸 它下面呢 我跟你講 不得了 因為平常呢 要吃淡淡的話 我是喜歡吃恐流或是彭于燕的啦 但如果是吃這一家 我就會吃over easy 然後它還有這個 Crispy hash brown 哦!薯餅脆脆 啾啾咕咕咕 這個是gravy 然後你就可以把它淋在這上面 哦!啾咪! 我拿啾啾 哇! 哦!哦! 我的沉重人生 炸牛排 嗯! 就是這個味道 像這樣的牛排 讓我苦惱 總一個人有痴有胖 在芝加哥的夜店村 就boys town 附近很多夜店的地方 你就是去夜店玩啊 然後就跳啊 流汗啊 然後就是被陌生人抓蛋蛋啊 什麼之類的 然後跳完以後到半夜三四點出來的時候 這一家還會開 在旁邊就有一家這個 所以我們大家都會去吃這一家 over easy 是半手蛋 你要把它放在這個脆薯上面 然後 把它弄破 算了 大家看不到 反正就是有一點 破處的感覺 蛋黃跟這個 馬鈴薯這樣拌著一起吃 嗯! 再加一點番茄醬 我跟你講 不加外賣的話 你剛剛看到的這三樣 只要12塊美金 是不是很便宜 蛋黃這樣沾真的好吃欸 嗯! 而另外一顆蛋呢 你就把它放在牛排上面 然後讓牛排也享受 破處的感覺 哦! 卵子充鬧 牛排也跟這個蛋黃這樣 嗯! 哦! 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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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自己加點了洋蔥圈啦 我想說今天是假日 你們看這個洋蔥圈 真的是 難怪美國人就是燙得要命欸 脆脆爽快 比起格子鬆餅 我比較喜歡吃就是 這種遠遠的鬆餅 但我目前最愛就是 在台灣的時候啊 你去 有幾家像什麼 Flippers 他們就有舒服雷鬆餅 痴痴 好好吃喔 我也不能 真的吃播 一小時 哇賽 欸他今天的鬆餅很蓬鬆欸 好喜歡喔 然後你加蜂糖 絕妙滋味 他讓我回想到小時候很愛吃麥當朗當的早餐的時候 我就在 學校切這個鬆餅 假裝自己一次你知道 在歐洲的感覺 你好 你好 我覺得我就是 學校行教進行這個工作 其實我才做 不到三個月 試用期都還沒過 就是不管怎麼樣三個月都算是一個試用期嘛 就算你做比較高的位置 我已經歷經兩次最大的公關災難 第一個就是COVID-19 新冠肺炎發生的時候 我們要立刻轉成線上課程 然後要去安撫所有的家長跟學生 然後新招生的學生要跟他們講 就是超多事情超累 好不容易安撫好喔 終於大家要回來囉 結果你看 現在就是 暴動啊 加上Black Lives Matter 我非常支持這個 Black Lives Matter這件事情 然後 可是因為 就是你要立刻去做很多 為了形象 你要立刻去發很多信 所以我們支持這個 然後他立刻抖內給超多機構 我就要立刻查到底有哪些機構要抖內 然後所有事情 我跟種族其實根本不是太熟 當然是有一點熟 可是因為我不是美國長大的小孩嘛 所以我就要立刻去了解他的歷史 然後去處理這件事情 就很多要處理 我就是希望我可以被加薪啊 我就是希望我可以被加薪啊 新鮮的外賣 我今天叫了 崩春Chicken 喬春炸雞 我真的好喜歡吃韓國的炸雞喔 我那時候很久以前去韓國的時候啊 Super Junior當紅的時候 我就是吃過喊喬春炸雞 一吃難忘 但是你在台灣都吃不到 結果來美國以後發現 美國有 到處都有開 然後那時候我剛畢業的時候 就是人生有點憂鬱 一兩個禮拜這樣子 就那時候覺得 不知道工作什麼之類的 憂鬱 我每天都是早上才睡覺 然後睡到晚下午4點 4點以後我就會去買一份 超大份 喬春炸雞 然後把它全部吃完 吃完以後就飽困飽困 又繼續睡 然後半夜又醒來 然後就是在看劇啊 或是玩網沙之類的 我跟喬春炸雞的愛 Super Junior代言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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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看 好老喔 怎麼老累 重痕 給你們看 登登 我這個是蒜香口味 因為我不喜歡吃辣 我上次吃辣的 有點太辣 韓國的辣真的是會辣到一個不行 你看這個酥脆的小啾啾 啾摸啾摸 嗚嗚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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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嗚 無敵的酥 這個酥度 跟裡面那個肉的嫩 整個層次感就是 喔 喔 我其實是那種吃炸雞的時候 不會把便便吃乾淨的人 但是喬春炸雞呢 我也不會把吃乾淨 你知道誰會吃乾淨嗎 可是我發現我妹 她是那種小妹夫 古大製品系一年級的小妹 她會把便便給吃乾淨耶 就我們在家吃炸雞的時候 叫Pizza有炸雞的時候 我把它吃炸雞吃一吃以後 我就會丟一堆骨頭嘛 她也丟一堆骨頭 然後她竟然還會把我的骨頭拿去 把它吃乾淨 我覺得 你不覺得你哥哥的口水很噁嗎 當然我的口水不是很噁啦 只是說我覺得 哇 就是有些人真的是會一直吃那個便便 她就是很想要把它吃乾淨 我這一次點了這個 就是除了是基本款的那種 小啾菇 這種 母骨母骨 不不 啊 我是混搭 因為我現在有一點低醣生酮飲食 所以我可能一天就吃這 這裡有十五隻雞腿 十隻小的 五隻大的 所以我今天就會吃這十五隻雞腿 就心滿意足 這是我的生酮飲食 健肥 我真的瘦一大圈喔 我每天就是吃一餐就吃這個 我大妹就是上個月看到我 她過三個禮拜看到我 她說 哇你瘦太多 我跟你講我肚子本來是這樣 卡比瘦 我一下喔 變成 欸 有什麼角色是瘦的嗎 我不知道小火龍吧 還是有一點點肚子 但就是比較瘦 喔 天啊 哇 小的話她肉比較少 可是她的醃漬會很入味 那大的這種呢 她是 你一次可以吃到很多肉的那種 分量感 就會覺得 哇我是一隻恐龍 你知道嗎 你看看 好香喔 這種醃法真的是很厲害 醬就是 鹹甜鹹甜 不是那種美國那種 噁心鹹甜 是那種韓國的鹹甜 讚讚讚 我現在介紹一個更厲害的啾啾 這個啾啾呢有點卡滋卡滋 脆脆 醃蘿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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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一吃機會你 你就是要配這個醃蘿蔔 而且它這個醃蘿蔔 醃的恰到好處 它會一直提起你的食慾 那個酸酸冰冰涼涼的感覺 一個夏天的沁涼 天黑青碧眼 怎麼那麼好吃啊 我還跟你們講一個小秘密 就是我不是搬到新家嗎 然後我現在這個室友啊 他就是有點煩 我拍線中的時候就會大叫 然後他就衝出他的房間 然後就說 你剛好發出這種奇怪的聲音啊 真的很吵耶 可以不要發出這種聲音了嗎 然後我想說關你屁事啊 就是 我只是偶爾發出 可能一週發個十次而已好不好 有一天他半夜講電話超爆大聲 然後我就去敲他房門 我就跟他說 先生 先生 你講話很大聲 你可以小聲一點嗎 然後他就說 我在跟我媽講電話耶 我想說 天啊 是媽寶嗎 他完全沒有要反省 我小聲就繼續喊大聲 你在跟你媽講電話 跟我什麼關係 氣憤的一吃 我覺得他就是憑什麼自己那麼吵 然後還嫌我就是不能吵 我覺得你要刮別人的腿毛之前 先把自己的乳毛給修一修吧 加上稅以後 這整個價格是24.47 然後 加所有的服務費小費 全部加起來是31塊 所以我剛剛花了31塊美金吃了這一頓 唉 有時候就覺得 喔 美國食物好貴喔 好心痛喔 可是 你知道嗎 你就是不花這個錢你 可能會自殺 N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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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Back Steakhouse的外賣 然後也是Uber Eats叫的 State他呢23塊 然後 重點是你看啊 有牛排嘛 一個人在家吃牛排就是爽 薯條 喔 超愛 薯條已經有點吃軟 但是 因為像麥當郎那種薯條啊 冷掉乾掉的時候就好好吃喔 油耗味好好吃 喔我的天啊 N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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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一家其實距離我家大概有20幾分鐘的車程 所以他送來的時候會微冷 所以看要不要加熱 可是因為像牛排如果加熱的話 它就不會是 Medium Rare 它現在已經算是 Medium了吧 就是沒有像一開始這麼的熟 可是你看 它裡面這個 喔 好好吃喔 因為很便宜耶 好吃喔 好像是9盎司的牛排 其實我應該要叫12盎司耶 有一些LA的那種 Blogger 他們家都會有盆栽很多 很美 我也想要這樣 可是我後來發現很難養耶 因為我明明就有膠水 但它都枯萎耶 它下面都枯萎掉 我覺得很困難 而且重點是養盆栽 你知道怎樣嗎 我房間已經出現三隻蒼蠅 然後那 也不算蒼蠅喔 那三隻都是不同品種的 然後有一隻可能就長這樣 兩坨 一隻小的 就長得不一樣 等一下 它除了牛排跟薯條 凱撒 你們知道凱撒的英文其實是Ceaser Why don't we all just stab Caesar 它怎麼給我兩側叉子 刀子 重頭戲是這個 all bag的麵包超好吃 你看 有沒有又粗又黑又大 喔 先生 看起來很棒對不對 You make me feel special 麵包好好吃喔 然後它還有奶油 沾一點 沾一點 上面還白白黏黏的 超好吃 我覺得有時候甚至剩過牛排耶 在台灣呢 我最喜歡吃孫東寶 還有龐德羅莎 孫東寶就是它的那個麵包也好好吃 裡面那個奶油 然後因為我很喜歡吃平家那種爛牛排 然後 龐德羅莎是它的那個沙拉爸很好吃 都沒有在吃牛排 都在吃旁邊的東西 我家附近有一個超大的喔 是那種 一整間超大的 貴族市家的牛排 然後它 欸它那家超大的 它那個沙拉爸是除了 你平常那間小沙拉爸以外 它會有 魚 有什麼炒豬肉 熱炒 它是有三四盤熱炒 然後酥皮濃湯 喔 喔 Ginny Boo Boo 剛剛又拿到新的外賣 然後這個是麻辣香鍋 在我家附近 叫的 可是它很貴喔 我點五樣菜 你們等一下看 你們看完 我再跟你講多少錢 它這個麻辣香鍋呢 就是除了料以外 它會附這一小盒飯 那這一盒飯我會不會吃呢 因為我們大家就是要低醣飲食 所以這一盒飯呢 我就會把它 嗯 放在別的地方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麻辣香鍋 香啾啾 啾 哇 這個就是 我平常想吃火鍋的時候 又不能吃 就會吃這個 這是什麼花椒之類的 什麼中國 四川 北京 的香料感 讓你欲罷不能的辣味感 然後我都會小辣 因為我都覺得太辣了 吃火鍋的話 你會覺得很厚 然後整個就會 頭髮很臭又很飽很噁啊 然後會有火鍋味 可是麻辣香鍋就可以取代這一切 就是乾乾的 小香腸 韓國人一般的小雞雞 好好吃喔 說到這個雞雞呢 我昨天在第一條上面看到這個文章 他就是一個女生就分享說 他男友就是 射完以後把那個 保險套丟在 地上 然後那個精液就是 跑在地上 然後就有一個蜈蚣去吃那個精液 然後他就把那個蜈蚣吃精液的樣子 拍起來放在D卡上 我當時看到我以為是一個 那種開玩笑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很多D卡很喜歡發那種 開玩笑 讓大家點進去的文 沒有耶 我點進去是真真實實的精液 然後旁邊有一隻蜈蚣在吃 好噁心喔 我覺得超噁欸 但我還是看了 我現在還是說了 到底是什麼心態呢 然後因為我很喜歡就是 羊肉 所以我都會趁這種時間 而且我跟你講 美國超市就是買不到羊肉片嘛 嗯 好好吃欸 羊的騷肚剛剛好 然後我還有雞肉片 海在我也超愛 海在就是軟Q軟Q的感覺 讓我非常的喜歡 再來第一點就是這個魚丸 它就是福州魚丸 可是 喔 住在美國真的都吃不到這種東西 花很多錢還是值得 它裡面有這個料 就這一小碗喔 然後料就是只有 五個料 28.04 差不多加上小費 怎麼最後變成34塊 34塊美金喔 是不是有點貴 我覺得我真的是好奢侈喔 我跟你講錢都花在吃的上面啦 所以其他地方都不花 然後 而且還是這種不怎麼樣的東西 可是因為我就真的吃不到啊 所以我自己會從超市再準備香菇跟豆腐 我會把我會把香菇跟豆腐 就是加進這一碗裡面 我可能不會一次加全部啦 然後就伴著一起吃 因為它其實它的醬還不錯 所以我就等於是 自己加料啦 自己加料我就便宜啊 欸五個料 34塊 1000塊台幣好了 五個料1000塊台幣欸 一個料200塊台幣 而且料不是你想像中那種料 料是 但是 那現在就是也來抱怨一個人 就我發現 大家如果是彼此是同一個行業的人 比較容易謹慎 尤其是像是同學 像我之前唸書的同學們 大家就會 就是有一個女生同學呢 我跟他算是 比別人好一點 但沒有說超好 我一開始跟他不錯 但後來發現呢 例如說 他問我在哪裡上班 我就會說 喔我在那個哪裡哪裡 那你呢 他就會說 喔我在哪裡上班不重要 那就一個小公司啦 然後就不講欸 就不講喔 就是那種 我覺得這種資訊是非常的基本 可是他就是不分享他的資訊 你知道嗎 他就是常常做這種事情 所以我就 漸漸的沒有跟他那麼的常往來 結果到最近 因為我不是在學校當行銷經理嘛 所以我就會知道說 學校有很多空缺啊 或是有什麼工作機會之類的嘛 他明明是 當不錯的藝術家 可是可能沒有賺錢 因為藝術家都很窮 所以是沒有賺錢的藝術家 然後 他有不錯的機會 可是他還是跑來問 一直想要探聽我的消息 問我 喔那個老師要怎麼當 要怎麼找工作啊這樣子 我以後也想當老師 我現在應該怎麼做 他就這樣一直問我 不過我就想說 你都不分享你的資訊 他就是都不講自己的事 然後就一直 要探聽我的八卦欸 我覺得這種人就是很不應該 那我覺得說如果 如果他 他一開始願意提供他 例如說他有很多機會 例如說他知道什麼藝廊啊 他知道什麼藝廊 他知道什麼設計師跟藝術家 他把他的機會給我 我也把我的機會給他 那我們兩個機會交流在一起 不是就是 很棒嗎 就是會 兩個人就是一起成功 兩個人一起 飛 來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減肥的秘訣 而 就是我除了最近 低醣生酮飲食啊 其實都是隨便亂吃啦 就是不吃澱粉 盡量不吃澱粉 但還是很 這裡面還是會有澱粉 然後我就是會吃這個 分解酵母 我本來是一開始先買這一包啦 然後我把這一包都吃完了 剩兩顆 然後這是昨天剛到後 我新了一包 這是我在Amazon上 隨便看到隨便亂買的 結果很有用耶 他就是不會讓你 很脹 很撐 然後很腫 增加我的代謝量 因為其實代謝率 才是減肥的關鍵 可是你要喝很多水喔 因為我覺得喉嚨就是會乾乾的 居然如此會分享一個小故事 因為我以前很無聊 我就是平常很無聊 然後我會拿那個洗手乳 因為我用的是蜂蜜牛奶口味 然後我就會擠一擠在我的手上 然後就這樣一坨 這樣黏黏的 然後我就拍起來 然後就是 傳給我朋友看 不要加任何的贅述 就直接傳一張 或是你傳給就是曖昧的人看 然後他們就會 因為他們就是愛你嘛 所以他們內心會想說 欸 你是不是想要分享自己 然後私密的產物 欸 有些人就會露出的反應是很像 哎呀你這個變態 所以我就會說 喔這只是吸收乳 哈哈 我是很無聊啊 很好玩欸 我推薦大家 男生可以去試試看 就是 你就是跟曖昧對象 你就擠一擠 然後拍給他看 看他的反應 如果他是想吃的話 表示你們有譜了 讚 我找出一項 好嗎 好嗎 好嗎